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最近一段时间,华为Mate60开售 大家对于我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非常关心 国产EUV光刻机的发展更是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 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问题上 媒体上总有一些专家和教授发出各种噪音 EUV光刻机不是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制造出来的 你的国并不厉害,光刻机的技术难度是原子弹的100倍 科技发展要结硬债打呆账 这些人不是蠢而是坏 以EUV光刻机的光源为例 ASML走的技术路线是LPP光源技术 也就是用高功率COR激光器轰击西叶低拔 产生13.5纳米波长的极子外激光 人家为了堵死后来者的前进道路 已经申请了大量技术专利 就算你能够重复人家走过的道路 把LPP EUV光源做出来 你仍然受制于人 要么给人家交专利费 要么被人家卡着脖子 产品不能在国际市场上使用 需要明白创新的本质就是换道超车 产生极子外光有三种方式 分别是同步辐射、电子放电产生等离子体 激光驱动产生等离子体 根据这三个原理 目前EUV光源有四种可能的实现模式 LPP激光等离子体 SR同步辐射 SRF、FEL超导加速高功率自由电子激光器 以及SSMB稳态微距数 事实上大国不做选择题 我国在几乎所有的技术路线上都进行研发 可以称之为宝和式研发 与ASML一样 我国最接近实用的第一种EUV 也是采用LPP EUV方案 目前国内公开资料已经证实 我国已于2017年完成了EUV原理验证 而今年4月中科院官方网站公布的 2023年度吉林省科学技术奖提名项目 还曝光了多项荣获大奖的EUV关键技术 从曝光的消息来看 可以确定这种EUV就是LPP EUV 按照以往惯例 获奖就代表已经研制成功 预计这种初代国产LPP EUV 已经处于调试阶段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 第一代EUV设备 也只是勉强达到能用状态 存在耗电超大 达到DUVI10倍左右 光源寿命有限 维护难度巨大 成本高昂 光源功率难以进一步提升等缺点 未来被更先进新原理EUV替代 只是时间问题 我国的LPP EUV技术路线 不止一种方案 还有高功率光纤激光 驱动型改进方案 目前也取得重大进展 目前ASML供应的EUV设备 无一例外都采用德国TRUMPF公司 为ASM定制的高功率正方形 折叠枪轴快流二氧化碳激光器 作为打靶光源 功率达到20千瓦以上 然而这个技术路线上限 大约只有500瓦左右 目前已经达到350瓦以上 已经很难继续大幅度提升了 考虑到COR激光器 本身还有一个工作效率的问题 所以ASML的EUV光刻机 其实是一只电老虎 耗电非常惊人 于是我国的科研人员 想到了另一种方式 那就是增加打靶光源数量 通过多数打靶激光 协同打靶 实现超高功率 这种新型LPPEUV光源 采用的是多数高功率光纤激光器 取代单数高功率正方形 折叠枪轴快流二氧化碳激光器 通过多数同时打靶的方式 将打靶光率大幅度提升到 80千瓦以上 这样EUV光源光率 就能达到1000瓦以上 广东省智能机器人研究院 发展了光纤激光器EUV光源 这一方案采用的是光纤激光器 来激发锡叶低靶 产生极子外激光 和ASML技术路线类似 但并不完全相同 类似方案还有中国科学院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 光纤激光器光源方案 也是用光纤激光器 激发锡叶低靶来产生极子外激光 只不过用的是 掺丢光纤激光器 这一技术方案 相对于ASML-COR激光器方案的优势 使效率更高 公开资料显示 如果要用于3纳米制程工艺 EUV光源功率要达到500瓦级别 而如果要用于1纳米制程工艺 EUV光源功率要达到1000瓦级别 显然 这种改进型LPP EUV 可支持1纳米制程工艺 面向的是未来10年的工艺开发需求 目前仍然用不上 好消息是 目前这种改进型LPP EUV光源 已经开发出光纤激光器 和液滴靶两项关键技术 长春光机所在今年年初 拿出了DPP EUV光源方案 前中科院院长白春里 4月份考察了长春光机所的 DPP EUV光源 DPP EUV光源方案和LPP方案不同 是通过放电方式 激发烯或者山产生等离子体 从而释放极紫外激光 这一方案的优点是 能量转换效率高 成本低 按照我国科研工作的惯例 只有科研样机技术上验证成功 才有可能给领导看 这就意味着DPP EUV光源的技术 已经稳了 最近几天 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 EUV技术路线 就是SSMB EUV 有些人吹嘘我国现阶段 科研采用这个技术路线 达到实用状态 实际上还差得很远 虽然SSMB EUV技术路线风险最大 但它也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技术方案 目前我国进展最快 由于微距数辐射的强相干特性 以及储存环内电子数的高回旋频率特性 SSMB EUV光源可提供高平均功率 窄带宽的相干辐射 波段可覆盖从泰赫兹到软X射线 相比ALPP EUV它有很多优点 一 高平均功率 SSMB储存环支持安装多条EUV光束线 二 窄带宽与高准直性 三 高稳定性的连续波输出 四 辐射清洁 五 可拓展性 SSMB原理上容易往更短波长拓展 为下一代采用波长6.x纳米的 Blue X光刻技术留有可能 SSMB EUV可以做成一个大环 上面有很多EUV光源束线 同时让好几个光刻机开工 在整个光刻工厂中 一切设备都围绕这个光源来设计 今年4月份 新华大学提出的SSMB EUV光源方案 落户雄安新区 估计目前项目已经建设得差不多了 这一方案的体积非常大 有近200米长 不过光源输出的功率也非常大 SSMB EUV光源方案的功率 可以高达几十个千瓦 一套光源就可以带动10台以上光刻机 这样就可以大幅降低光刻机的使用成本 提高集约化的生产效率 目前建设的可能是一个缩小规模的试验版本 输出功率为1000瓦 那怎么实现不同的纳米数呢 难道20个光刻机纳米数不同 其实EUV光刻机的光源都是13.5纳米的自然纯子光 而7纳米光刻是通过间隔和位移实现的 据消息 广州工业大学和东莞工业大学参加了搭建 所以广州工业大学去年荣灯制裁名单 是美国制裁的大学里面 唯一一所不是211和双一流的大学 下次东莞工业大学也被制裁 估计就是这个大学最好的招生简章了 当然国产EUV光刻机光源的技术方案远不止这些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第十研究所 研发了自由电子机光EUV光源方案 已经通过光刻光源预处理系统及光刻验证系统 验证了自由电子机光 用于光刻的各种关键物理及工程问题 完成了10纳米节点的光刻技术验证 做出了首台千瓦级的光刻工程测试样机 项目将于2026年年底完成验收 ASML计划中的下一代光刻机的光源 最终功率也不过600到700瓦 我们知道目前ASML公司的EUV光刻机光源功率都不大 即使是在售最先进的NXT-3600D型EUV光刻机的光源 也只有350瓦的功率 ASML计划中的下一代光刻机的光源功率 也不过是600到700瓦的水平 目前已经公布的国产EUV光源技术方案的功率都非常大 通常都是千瓦级以上 可以说直接瞄准的就是超越ASML下一代EUV光刻机的光源技术 研究表明 这个技术方案如果能够加上能量回收系统ERL 能效相比ASML现有EUV设备可提升5倍 即使外光转换效率达到10%左右 美地总以为自己纠结一帮小弟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 就可以阻止我国科技发展 其实只不过是痴心妄想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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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